大家好 这是陕西省的米芝县 下边就是米芝县城 看一下这个县城人口有13万 下边全是过去的窖洞古城 也是最早的米芝县城 特别的壮观 从这边看 太漂亮了 现在我要下去找一个住的地方 休息一下 昨天晚上没睡好 这个下边全是四合园 看起来挺震撼的真的 好了 现在下山 整座古城的话是沿着山市而建 这会儿特别热 屋路特别高 昨天晚上在青天县待了一晚 晚上凉快 但是蚊子特别多 我基本上一晚上没睡觉 早上起来的话特别瞌睡 我打算去黄河边上 但是那趟车的话两点多才过来 我根本就等不了 所以我坐车到了这个米芝县 这边全是古城一支 这边是石坡 下边是吴定河 这个山顶上还是有建筑的 这边的饭是挺便宜的 我中午吃了个羊杂碎 才六块钱一碗 整个米芝县城不是很大 就在这个黄土高原的腹地 这一排全是各种小吃 叫银河东路 这边距离隋德县30公里 距离榆林市区的70多公里 要下雨了 前边是米芝剧院 再往前走是米芝县医院 米芝县是有火车站的 坐火车比较便宜 在这边的话最好不要坐大巴车 大巴车太慢了 而且还贵 再往前走就到李自成行宫了 夏季这边吃的还挺多的 像那种碗托 凉面 擀面皮 晚上可以尝一下这边的碗托 这边叫盈州中路 米芝县古城盈州 是过去的边关要塞 这个前面就是李自成行宫 李自成行宫是当年李自成在西安秤王之后 命人在他的老家 米芝县修建的 这是收盟票的 所以不获去了 这条行宫路是一条步行街 两边都是卖吃的 如果逛完 李自成行宫的话 可以到边上的窑洞古城看一下 这个窑洞古城的话真不错 保存现状的话不是很好 但是 他把原来的古建筑都保存下来了 好多的话都已经塌方了 现在正在保护 没啥特色 从这个路到行宫门口 卖吃的喝的 萌票好像是几时40还是几时 主要是没啥看点吧 还是找个住的地方 先休息一下吧 太热了这会儿 找了一个67的 带空调可以洗澡 请先晚上洗个澡 找了一个67的 在这个巷道里面 这个商务宾馆 这明明是一个城增葱 人在没 哇 看一下67块钱的房间 一张床 一个床头柜 一个柜子 一个电视 头顶上有一个空调 这是洗手间 赶紧洗个澡 太热了这一会儿 刚才特别热快 一会儿火就热起来了 说热不热 我手机的 直接 高屋保护了 拍不了视频了 刚才 这手机热的都罢工了 昨天晚上那个地方 我从 一点多起来打笼子 打到了四点多 打不完 没办法了 我就开着灯睡觉 笼子 呜呜呜呜呜呜呜 我根本就受不了 所以说我一晚上几乎没睡 早上六点半就起了 起来的话 我打算 去那个黄河边嘛 结果我一问 下午到两点多 才有车 我坐在那边等到九点多的时候 我已经空的都不行了 都快了 刚好看见一个 到米汁的大巴车 我就坐过来了 完了回去再 再去转 这个小县城的话 就有这个问题 去一些小镇的 一天只有一趟大巴车 他早上的话发过来 下午再发回去 所以你去的话又回不来了 那种 休息一下 这边的宾馆 全在这条街上 这是宾馆一桥街嘛 这是 大大小小 有几十家宾馆 住宿 宾馆 刚才看了一下前去报 今天晚上有个大雨 特别蒙热 前面有一家六块钱的那 羊杂碎 咱比这边小吃太多了 都挺好吃 这边还有夜市 都开始摆摊了 晚上的话到夜市来转 就在这 李自成行工这个路口 我想吃碗托 找一家碗托吃 是个小吃吧 现在应该是没碗托 早上应该有 中午有 羊肉面 煎饼 没有 现在这些都成储物了 鸭子 这是仓鼠吗 这是 小鹦鹉 小鹦鹉 窑洞故城了 这个青石板也非常有年代感 这边窑洞还出租 不往前走 不往前走了 正在建设 可能要翻新一下 因为好多窑洞的话都已经塌了 年代太久了 这个地方卖凉面的比较多 除了羊杀碎 除了羊杂碎就是凉面 尝一下凉面吧 三十年老字号 有碗托还有凉面 这不是面皮吗 这是 这不是面皮啊 带了一封碗托回去吃 一封六块 西瓜 好了 回去吃碗托 陕北特色 碗托 我上次在隋德县 三亿吧 那是叫什么 吃的那个刀刀碗托 问小刀吃的也特别好 陕北这边小吃太好吃了 真的 这个味道 也没有那么重 就是好吃 真的 我这是麻辣碗托 这个是 麻辣干碗托 知道吧 这是麻辣干 这是羊肝 陕北这边呢 你像 羊杂 里面都是羊肝 羊肚 还有羊肉面 因为这边呢 属于黄土高坡 黄土高原 和内蒙 宁夏都比较净 这些地方都是羊羊的 所以这边呢 这种 特色小吃比较多吧 羊杂碎 麻辣干 面皮 这味道 太串了 这个是蒸出来的 用碗蒸出来的 为什么叫碗托 就是用碗蒸出来的面 特别劲道 这都是 甘蔗 没有碗 只用这么吃了 吃这个 主要靠那个蘸汁 料汁 上次在那个隋德县 他们那个料汁 放了一些主菜 我记得我吃了三碗还是四碗 一碗的话是两块 特别便宜实惠 放开吃 我的话不是另外一种口味了 带着东西了 这种小吃是比较便宜的 羊杂碎在隋德卖8块 在这个地方卖6块 这个一份麻辣干的 里面带了好多羊肝 才6块 太实惠了 这个夜市特别小 就这么一个角上 有卖炒面的 有卖烤面筋的 臭豆腐 好了各位 今天到了米芝县 大概在县城转了一下 这边白天也挺热的 晚上挺凉快 昼夜温差比较大 明天的话我会去 一些景点转一下 免费的景点看一下 咱们下个视频讲